好 前警政署长庄恨戴在昨天小一点多的时候 在四川往台北的飞机上心脏病发 飞机是紧急了迫降在香港 那么送医急救之后还是不治 享年83岁 莫锦家属是已经赶往香港说例后事 曾经被誉为台湾的福尔摩斯 前警政署长庄恨戴突然过世 庄恨戴在13号下午一点半左右 从四川成都搭乘华航552飞机 要飞回台湾 没想到起飞后 心脏不适 气喘不过来 机场考量 飞机离香港最近 紧急在下午3点50分左右 迫降在香港机场 但是庄恨戴送医后仍然不治 他在机场要坐飞机的时候 就有不舒服的状况 上了飞机的时候 他还能够走路进飞机 因为气喘不过来 应该是心脏的问题 在飞机上就做急救 做急救到香港的时候 就说急救无效 老刑警出生的庄恨戴 征扳过许多重大的案件 经验丰富 就算担任最高警长 每件事都还是要占到第一线 1970年开始 担任宜兰桃园铁路警察局局长 1985年担任保育总队总队长 1987担任刑事局长 1990担任警政署长 1993年退休后 陆续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以及政略顾问 近年来担任民间企业董事长 两个月前 庄恨戴夫人才刚过世 没想到这次和员工旅游而过世 一起同行的儿子 留在香港处理后事 也让外界 对于这位专长制黑的老警长 留下永远的回忆 中文新闻张立凌 柯英卿台北报道